除了寿林,跟着他们欲进而行,一路上歇歇停停,约莫三天的时间,才抵达他们藏身的地方。 竹子,就是这里了。 老者指着前面的地方,凤九朝前看,不由挑了挑眉。 这里连个人也没有,更别说是藏身的地方了。 你确定你们的族人都在这里啊? 竹子,确实是这里不错。 只不过我们藏身之处不在这上面,而是地下洞穴。 这里还布了阵法,竹子,且随我们来。 凤九跟他们进了阵法,越过阵法,明显感觉到有两道神石在查探。 听到前面老者说了一声,那两道神石便收回,同时气息也显露了出来。 组长,你们回来了。 激动的声音加带着欣喜。 两抹身影快步跑了出来。 凤九一看不由微压,原来竟是一面以沙土形成的墙,那墙后还有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。 这是他们当中有土属心的人吧,所以住的不是这上面,而是地下洞穴。 当那两人看到清衣男子时,顿时戒备地盯着凤九,便是一声立鹤。 你是什么人? 不得放肆。 老者低齿着,两人一剑不由垂堤下头。 老者回头对凤九道。 主子莫要见怪,他们还不知道。 嗯。 我们不在这段时间里,族里人可都还好。 老者询问那两人,一名汉子连忙道。 族长,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,前两天有火摩羞,在此路经过,不过也没发现我们。 只是,洞中有几个孩子生了病,已经两三天过去了,也不见好。 而且病情越发严重,我们正束手无策呢。 你们回来得正好,快看看孩子们。 几人的脸色结实一变,脸上浮现着担忧之色。 主子,请接。 老者压下心头的担忧,先对凤九做出请的手势。 凤九点了下头,跟着他们一头进入了里面。 房间这里面,竟是那样的大,一个个洞穴相连着,如同迷宫一般。 走了一段距离后,隐隐听见里面有哭泣的声音。 小六,小六,你醒醒啊,小六。 听见哭泣,几人加快了脚步。 不多时,终于来到里面一处较宽的洞穴。 族长几人快步上前,而凤九则朝着周围看了一眼。 小六,小六怕是熬不住了。 老族长看着石床上的少年,不由眼眶发红,声音哽咽。 一时间那孩子和少年们都哭了起来,那些大人们也纷纷垂泪面露悲伤。 见他们都把他给忽略了,凤九亲了亲嗓子。 咳咳,我懂医术,要不让我帮他看看。 他这话一出,哭声众人一静,众人接回过头来看向他。 这亲衣男子是谁啊?